大家好 歡迎來到創意世界 今天在創意世界裡要做的是這一隻很可愛的小瓢蟲 它的翅膀我用橘子色的 你也可以用紅色的 如果你要跟我用一樣顏色 我們會需要兩條白色的彩虹圈 28條黑色的彩虹圈 翅膀的地方我用橘子色的 我們會需要34條的彩虹圈 彩虹圈準備好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囉 在我們開始之前我們要把彩虹編織器 設置成這裡是倒過來的三角形 把紅色箭頭往外面持 首先我們要做它身體的部分 我們要從頭開始做 拿兩條彩虹圈 從第一個中間到第一個左邊 拿一條彩虹圈 黑色的 從左邊第一個到中間第二個 重複這個動作 重複這個動作 再做一次 在右手邊 再拿兩條 從中間第一個到右邊第一個 從中間第一個到右邊第一個 再拿一條 右邊第一個到中間第二個 接著我們要做它眼睛的部分 那眼睛今天我們要用白色的 所以我們拿一條白色的彩虹圈 放在彩虹棒上面 轉一次、兩次、三次 那你就可以看到有四個小圈圈 那眼睛需要兩個 所以再做一次 再拿一條 轉一次、兩次、三次 那總共你可以看到有八個小圈圈 那因為它的頭很小 所以我們現在拿一條黑色的彩虹圈 在這裡轉一次 你就可以看到有兩個小圈圈 黑色的 然後這樣拉著 那我們把眼睛搬過來這裡 可以稍微這樣拉一下 這樣比較容易搬 然後把這裡搬過來 那現在要把這一條掛在這裡 第一個右手邊 到第一個左手邊 那我們把眼睛分開來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排它身體的部分 這一個部分 拿一條黑色的彩虹圈 從中間第二個 往外到左邊第一個 這拿兩條彩虹圈 左邊往上 這排一次、兩條 拿一條彩虹圈 從左邊這邊收進來 從左邊這邊收進來 到中間 那我們現在重複這個動作 再做一遍 在右手邊 拿一條彩虹圈 從中間第二個 到右邊第二個 兩條彩虹圈 兩條彩虹圈 右邊往上 再拿兩條 那最後呢 從這邊收進來 到中間 用一條彩虹圈 好,那我們現在回來這裡 把中間鋪滿 那中間這個地方呢 我們只要用一條就好了 所以拿一條彩虹圈 把這邊按下去一點 那一直排 排到最後一個 好 那排好之後 這裡要做一個capping 拿一條彩虹圈 轉一次、兩次 那你就可以看到 有三個小圈圈 放在這裡 再拿一條彩虹圈 繞一下 變成兩個小圈圈 現在我們要排橫的 讓他身體才會連在一起 所以 放在這裡 從第二個 左邊到右邊 再拿一條彩虹圈 轉一次 放在這裡 好,那身體的部分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現在呢 我們要把這個 稍微按下去一點 那我們現在要做他翅膀的地方 那翅膀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用這邊 空白的地方做 我們先拿一條彩虹圈 你可以用橘子色或紅色 從這邊 從這邊 隨便找一針 往中間排 再拿兩條彩虹圈 從中間到右邊 拿一條彩虹圈 右邊往上 兩條 繼續往上 繼續往上 那接著 我們要從右邊 收進來中間 所以拿兩條彩虹圈 那接著呢 我們現在回來這裡 這裡空一格 不要連在這一針上面 到下一針 拿一條彩虹圈 往上 再排一次 這個也是一條 接下來拿兩條 從左邊這裡 收進來到中間 到中間 那接下來我們要 從這一針到中間 拿一條彩虹圈 那下一個呢 我們要加一個黑點 在他翅膀上面 所以拿一條 黑色的彩虹圈 轉一次 兩次 三次 那你就可以看到 有四個小圈圈 再拿一條 橘子色的 把這個搬過來 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現在呢 從左邊到中間 我們要從這一針 然後排到這裡 那下一條呢 這裡我們要加一個黑點 所以我們拿一條 黑色的彩虹圈 轉一次 兩次 三次 這個黑色的彩虹圈 是上面這個黑點 所以這裡你可以看到 有四個小圈圈 再拿一條橘子色的 然後放在這裡 然後放在這裡 從左邊到中間 再拿一條 中間到右邊 那現在我們要回來這裡 把中間 鋪滿 中間我們只要用一條就好了 從這邊 往上 擺到最後這裡 擺到最後這裡 擺到這裡之後呢 我們現在這裡要做一個Cabin 拿一條彩虹圈 轉一次 兩次 那你就可以看到有三個小圈圈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把它轉過來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開始做編織的動作 從這邊進去 把這一條抓出來 往上 掛到下一個 那我們可以先把中間的先編完 這個翅膀的排列方式跟一般比較不一樣 所以跟著我一步一步做 因為如果你沒有做對訊息 可能你等一下抓出來的時候會閃掉 好那中間編好之後呢 再回來這裡 現在我們要找這兩條 找到以後呢 抓出來 刮到右邊 那再回來這裡 找左邊這兩條 那接著呢 我們現在要先編這裡 先把這一條找出來 掛到中間 然後找這一條 找出來以後 掛到右邊 掛到右邊 那現在再回來這裡 那現在再回來這裡 把最下面兩條找到以後 往上 掛到下一個 那接著我們要編橫的這一條 所以我們先找到這一條 所以我們先找到這一條 所以我們先找到這一條以後 掛到中間 然後下一個找這一條 從這邊進去 從這邊進去 掛到這裡 那我們現在再回來這裡 把最下面一條 把最下面一條找到以後 掛到下一個 把最下面一條找到以後 這裡有兩條 找到以後掛到中間 然後把最後這一條 找到以後掛到這裡 那現在再回來這裡 這裡還有兩條還沒有編到 所以記得要回來這裡 把最下面一條抓出來 掛到下一個 那這樣好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先抓出來 那搬出來以後呢 因為我們這一點跟這一點 是要放在兩個不同的針的地方 我們可以先把這裡先解開來 好 那我們把這個 放在彩虹棒上面 然後把它抓出來 這一個也是 那記得不要搞混了 這兩條外面的 要分開來 好 那這個是我們其中的一個翅膀 那我們現在要把翅膀 把前面的這兩條 掛在這裡 中間從上面算下來 一二第二針 按下去一點 這樣才不會不小心跑出來 那剩下的還有四條 在你的彩虹棒上面 我們要把它掛在這一針 從上面算下來 一二三第三針 那記得四條要全部都掛上去 這樣把它翻開來 它就有一個洞洞 然後這樣子掛上去 掛上去以後把它按下去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一個翅膀 也是要掛在這兩針上面 那現在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回來這裡 再做另外一個翅膀 那另外一個翅膀 因為要掛在另外一邊 所以它的角度跟剛剛是倒過來的 剛剛是從這邊上去 那這一次我們要從這邊 往左 那它的條紋是一樣的 只是跟剛剛是反方向的 所以拿一條橘子色的 掛在這裡 掛在這裡 兩條從中間到左邊 一條左邊往上 兩條繼續往上 再拿兩條左邊到中間 好那我們現在再回來這裡 在這一針的下面一針 右邊往上 不要連在這一針 這裡是空白的 下面用兩條 這裡是一條 接著用兩條 繼續往上 下一個也是一條 繼續往上 那現在我們要從右邊這裡收到中間 那我們要用兩條彩虹圈 收進來 那接著從這邊 拿一條彩虹圈 從右邊到中間 那下一個我們要加一個黑點 所以拿一條黑色的彩虹圈 轉一次 兩次 三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四個小圈圈 那一條橘子色的 拿一條彩虹圈 拿一條彩虹圈 把它搬過來 然後掛在這裡 那接下來這裡呢 我們也要再加一個黑點 所以再拿一條黑色的彩虹圈 轉一次 兩次 三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四個小圈圈 再拿一條橘子色的 这哪一条 好那这边排好之后呢 我们要回来这里 要把中间铺满 从这边排到最后这里 用一条彩虹圈 中间往上 一直排排到最后这里 好那这边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capping 拿一条彩虹圈转一次两次 那你就可以看到有三个小圈圈 把这三个小圈圈放在这里 好那这样都好了之后呢 把彩虹编织器转过来 那我们现在又可以开始做编织的动作了 从这个capping进去 把中间这一条往上挂到下一个 那我们可以先把中间的先编好 好了之后呢再回来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找这两条 从capping进去 这两条找到以后呢 抓出来 挂到左边 然后从这边 然后再回来这里 把最后两条找出来 挂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勾横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这一条 从这边下去 找到以后呢 挂到中间 因为这一条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我们把它挂回去 从这边下去 我们现在要找这一条 有黑点的这一条 应该是最下面一条 找到以后呢 挂到左边 因为它的另外一头也是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再回来这里 把最下面这两条 搬出来 往上 挂到下一个 那接着我们先编横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的是这一条 挂到中间 那下一条 找这一个 应该是最下面一条 找出来以后 挂到左边 再回来这里 把最下面一条 找到以后 往上 挂到下一个 下面有两条 这里有两条 找到以后呢 挂到中间 从这边下去 挂到左边 那记得这里还有两个 还没勾到 所以别忘了 再回来这里 把最下面一条 搬出来 往上 挂到下一个 好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搬出来了 那记得检查一下 看你有没有全部都连好 那一样 这两个 搬出来的时候 不要混到了 所以记得这两条 要跟这四条分开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边 先把它搬出来一点 那我们现在呢 把彩虹棒 从这边伸进去 然后把它收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翅膀呢 前面的 外面这两条 把它放在这一针上面 所以先把它拿出来 然后挂在这里 那剩下这四条呢 要挂在这一针 所以我们现在这里呢 把它拉开一下 那到中间就会有一个洞洞 那记得四条要全部都挂进去 如果你漏掉了 等一下抓出来的时候 它会散掉 那确定都挂进去之后呢 我们现在回来这里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编织的动作 那编织的动作 这一个部分就很平常 跟一般的一模一样 那我们先找上面一条 应该是从中间来的 往前 挂到下一个 那下面这一条 抓出来 挂到这里 那接下来这里呢 有很多彩虹圈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从旁边这边看一下 从最下面那一条黑色的 把它找出来 然后挂到下面这里 那我们现在暂时先回来这里 把两边的也编上 把两边的也编上 接下来我们要找这一条 找出来以后挂到左边 因为它是从左边来的 然后把最下面两条抓出来以后 挂到下一个 那这里也是两条 挂到下一针 那下面的这里呢 这里只有一条 所以我们从这边下去 把最下面的这一条找出来 慢慢的抓 因为这里很紧 然后我们把它挂到这一针 这一条是从这里来的 那这里有紧度 我们可以用彩虹圈把它解压一下 这样比较不会断掉了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来这里 把右边的也编上 最后一条拉出来 挂到右边 这里有两条抓出来 挂到下一个 然后这里也是有两条 那这里只有一条 所以一样慢慢的抓 挂到这里 好那接下来这里呢 有很多彩虹圈 所以要小心 我们接下来要编的 是这一条 所以我们从这边进去以后 要找到这一条 然后 make sure你没有找错 从这边这个洞洞进去 你可以从边边这边看比较清楚 然后先拉一下 看看是不是你找对了 找到以后呢 把它拉出来 那拉出来以后呢 那拉出来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一条彩虹圈有洞了 那表示你拉对了 然后把它挂在这里 然后最后这里呢 有两条 拉出来以后呢 挂到中间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来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找的是这一条 这一条应该是最下面的一条 所以一样从边边这边进去 现在就比较空了比较清楚 所以最下面那一条 把它抓出来 那一样你一拉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条彩虹圈有洞了 那表示你拉对了 然后挂在这里 那最后这里有两条 把它拉出来 挂到中间 那现在好了之后呢 把彩虹棒 从最后这里伸进去 然后拿一条彩虹圈 从最后这个洞洞拉过来 那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有两条彩虹圈 把两个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从一边拉过来 这样子就可以打一个结 然后把它拉紧 可以暂时先放在你的手手上面 然后轻轻的把它拉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可爱的 小瓢虫 那这个眼镜在里面呢 我们要把它抓出来 我们可以从中间这里 这个第一条线这里 中间这样子 把它打开来 然后把这个眼睛抓过来 然后这里也是 把另外一条白色的 把它抓过来 所以一边 我们刚刚用了两条白色的 一边一条 这样它就有两个眼睛 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安全带 把它藏起来 从这边下去 随便找几条彩虹圈 把它藏到下面 那这个黑点呢 我们可以给它整理一下 这样才不会闪闪的 那翅膀呢 因为小瓢虫的翅膀 它是这样子弯弯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 那它就会有点像小瓢虫的翅膀 是这样子 好熬的 那这样更像小瓢虫 好那这样我们的小瓢虫就完成了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帮我点一个赞哦 然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是免费的哦 我也诚挚邀请大家参加我的粉丝团 你可以在Facebook Instagram或Twitter上面找到我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Bye by bwd6